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本期视频咱们是带来哈士奇雪桥搭配新宠物熊宝 因为熊宝新宠物只要和导弹车 它都有一个技能的小联动 虽然说它技能联动性不是很大 只是小小的一个联动 但也是联动 因为只要导弹车普通导弹转换成特殊导弹的 特别是能双发的 都是和熊宝有联动 前提是它能吃到超级导弹 看一下这一把 咱们开的话 这里的话直接反复位翻打 这其实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大家如果说你不老吃老师吃老师 我这个翻打总是学不会 那你可以选择复位翻打也行 只不过复位翻打呢 损失的速度会更大一点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如果这个管道比较的狭窄 后面的车跟的比较紧 你如果掉头的话 还有可能会被他撞到 这时候选择复位翻打 也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是吧 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学起 是吧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那像这种情况下 你复位翻打就不是很划算 因为这边到那么宽 是吧 那咱们现在手中有一个冰冻水炸弹 咱们这里直接走下面 看一下冰冻水炸弹直接扔掉 放出飞碟 冰冻门子稍微有点白给 咱们氮气加速往前 从前面的话 因为我有个冰冻水炸弹 所以说咱们回头直接嘲讽一波 因为我这样临跑的话没有意义 我冰冻水炸弹白给 咱们掐准这个纪律 放出冰冻水炸弹 然后再踩一下香蕉皮 你看我这个良心非常好 是不是 我帮你们踩掉 对吧 我把香蕉皮放进垃圾桶 说明我这个素质是非常高的 好这里的话 大家有个细节 周渔车既然临跑了 咱们导弹就要射他 把他防护罩先给破了 千万不能让他跑出去 让他跑出去的会比较的麻烦 好这的话咱们再放出这个飞碟 看一下 护盾的话呢 稍微白给了一点 我想防这个火地雷 但是问题不大 看一下这里的话 咱们选择走下面 但下面的话我是不经常走 所以说撞到了这个机器银 机器银 那这里双吃两个 好放出飞碟给了我操弹 咱们这里注意一下这个火地雷 那这里咱们依旧选择走下面 走下面 因为下钢子 等一下我跳上去的话 可能会被这个箱子给弄了 这的话咱们还是冰冻导弹 被轻松射了 一发单问题不大 咱们氮气加速往前冲 哈斯奇这个车后追能力是非常强的 特别是他领跑也很强 因为他可以反打 咱们这里氮气往前冲 闪电的话没有办法 这个熊宝不守闪电 其实这个熊宝路障可以不守 你可以改成守闪电 我觉得会更好 这里的话 这双吃 咱们白盾扔掉直接是空出这个道具槽留个保护盾 这里的话咱们看一下技能联动来了 看到没有 我这个命中了 是不是又多给了我一个冰冻导弹 虽然是网上只射了一个 但因为前面第一名正好是复卫的嘛 那这个也是记得连的 我也是白多拿了一个冰冻导弹 也非常关键 那比赛是来到最后的小半圈 看一下这里咱们复卫调整一下抽位 好 这的话被清风的余报 这个导弹激光导弹给弄了 但问题不大 前面的人也没跑出去 咱们手中有个超弹 那看一下这里的话呢 飞碟放出去干扰第一名 超大线往兄弟拿个边缀的边缀的身体看一下 比赛的最后的话 他就前面第一名 他保护的手中 还是请咱们这边超弹 往下都跟他拼了 冲刺冲刺 哎呀 插一丢丢啊 攻击时期实在是非常不错的 这场比赛这个小妹妹很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但凡把这个车涂成粉色的 那估计肯定都是小姑娘 你大男的怎么可能会把车涂成粉色呢 这个第一名也是个妹妹 这个第三名也是个妹妹 这个暗器也是个妹妹 我去怎么全是 这女玩家却蛮多的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